IT全播报信息库卷早知道,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晨东已确认,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,最快会在今年秋天最晚明年春天面试,有可能会被命名为鸿蒙。 据爆料,鸿蒙只是候选民之一,不知道首款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是不是Mate30系列呢?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显示,华为已经申请注册华为鸿蒙商标,注册号为33104783,申请日期是2018年8月24日,注册公告日期是2019年5月14日,专用权限期是从2019年5月14日到2029年5月13日。 两个月前我们也曾经发过相关的资讯视频,当时还未能得知系统名字,在介绍中提到华为鸿蒙可应用于操作系统程序、计算机操作程序、计算机操作软件等等。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,说明华为已经研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 余总透露,华为自主操作系统打通了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、电视、汽车、智能穿戴等各个领域,还将兼容安卓应用和所有web应用。 另外还表示,华为始终坚持打造自己的芯片的核心能力,坚持使用与培养自己的芯片,除了自己的芯片,还有操作系统的核心能力打造。 高考即将来临之际,祝各位考生起开得胜,无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